缅甸是一个比较魔幻的国家 人口大约有5458万 分为135个民族 主要以缅族为主 虽然有80%以上的人信奉佛教 但却至今还内战不断 尤其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缅北 更是变成了很多人眼中的罪恶之城 那缅北到底为什么乱呢 大家好我是白同学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 魔幻的缅北 缅甸是一个联邦制国家 一共有7个省 7个邦和两个直辖市 所谓缅北地区 指的就是由马规 曼德勒 石阶等省 和清邦 客业邦 客清邦 善邦 共同组成的一片区域 其中的善邦 是缅甸联邦中面积最大 人口最多的一个邦 60%的人都属善族 缅甸的善族 中国的歹族 泰国的太族 其实就是一个民族 在各自国家的不同教法 属于是同根同源 在唐朝时 善邦这个地方叫做南昭国 是大唐管辖的区域 到了宋朝 又变成了大理国 就是金英小说中的大理国 这个佛学信仰 就是诞生于大理国时期 几乎每一任帝王都是僧人 自从唐朝灭亡后 缅甸就开始在边境 疯狂地左右横跳 先后引发了 圆缅战争 明缅战争 清缅战争 直到公元1894年 也就是甲午战争之前 英国和清政府 签订了中英蓄义 电缅借物商务条款 至此善邦才被英国占领 到了1948年 缅甸独立后 以驱逐国民党残军 为由入侵善邦 从这个时候开始 善邦就成了缅甸的地界 说起来是缅甸的地界 但实际上却高度自制 比如在1993年时 善邦还曾宣布要独立建国 就算是到了今天 也经常会与缅甸发生摩擦 甚至是战争 就类似于军阀割据的状态 相当于我们曾经的战国 三国 民国一样 这个就是缅北动乱的主要原因 而且这个所谓的割据 不是说善邦单独割据 而是在善邦内部也相互割据 比如说在其下方的瓦邦 果敢就又是单独的势力 据统计整个缅北 起码有大大小小17股武装势力 因为有这个历史背景 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 为什么瓦邦果敢会说普通话 以及为什么会使用国内货币 甚至有很多人到了瓦邦之后 还以为这是在国内 熟多三国的朋友知道 一个地方想要割据 就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军队 想要发展军队 就需要充足的资金 但这个地方丛林密布 缺少资源 再说本来也不发达 那应该如何筹击资金呢 首先他们想到的第一个方法 就是种植因素 这一点倒与民国相同 民国时期的军阀 也是利用这个方法 来维持割据的状态 不同的是 民国是在地下 利用渡月升等势力来操作 而当时的缅北则不同 直接光明正大的搬上台面 所以在上个世纪末 就出现了一个叫做金三角的地区 指的就是缅甸 老挝 泰国三方的边境 所形成的一处三角地带 这个时期 十部港片里的有八部 都会提到这个地方 在高峰时期 缅北几乎家家户户都参与种植 金三角一度成为了 世界上最大的因素种植地 全世界有70%左右的海洛因 都是出自于这个地方 当地的农民 不认为种植因素是犯罪 而军阀更是鼓励种植 后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提出了一个替代种植方案 就是将当地农民 原本种植的因素 换成各类农作物 且保证当地销路 此后金三角 就渐渐退出了历史 和香港影片的帷幕 在毒品产业遭受打劫之后 军阀们又将目光 放在了色情和博彩产业上 就拿现在的瓦帮来说 大街上到处都是赌场和战节女 而且还都是合法的经营 不过尽管如此 消费却出奇的高 大多高消费的服务 都要挤备于国内 那这么说的话 是缅甸北部的当地人 在进行电信诈骗吗 当然不是 因为近年来 国内电诈遭受了严重的冲击 骗子们都一致认为 国内的诈骗风险太大 所以大多都逃往了东南亚 在最早的时候 这些人的首选都是菲律宾 马来西亚等地 不过因为这些地方 都不需要这项收入 再加上我们官方的施压 于是他们只能逃往棉北 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说 就是一处风水宝地 首先是三不管地带 而且当地军阀还支持 甚至还希望将网络赌博 和电信诈骗 发展成为能够替代毒品的产业 比如说瓦邦 或者说瓦邦下方的猛博 就已经将这一块变成了产业 并起了一个官方名称 叫做网络博弈 有经营此类业务的公司 还要办理相关的证件 网络博弈可以说是相当魔幻了 最后一点就是挨着中国边境 方便他们把人骗过去 因为对他们来说 还是中国人 最适合骗中国人 之前我们总说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但实际上 中国人就骗中国人 这个倒不是说什么略更新 因为实在是语言不同 太难下手 在缅北地区的网络博弈业 得到大力发展后 就出现了人手不足的问题 因此他们开始尝试 将国内的人骗去缅北 然后再利用他们 进行电信诈骗 其中最常用的渠道 就是各类招聘网站 或是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相关的招聘信息 然后利用原始丛林的掩护 有个边境线 只要是过了这条线 想不想去 能不能回 就由不得自己了 根据一位受害者介绍 他就是因为在某社交平台上 看到了相关信息 最后耐不住对方的高薪诱惑 头脑一热 就越过了中缅边境 刚刚抵达缅北 就被一辆全副武装的汽车 接到了一个工业园区 后来才知道 这个就是当地武装势力的车 一般来说这些公司都会 也都必须与这些地方势力合作 具体的合作方式 就是向他们提供高额的租金 办证费用和相关的税收 然后他们为这些集团提供庇护 到了之后发现 一间不到200平的办公室里 起码有60多个工位 每个人都机械式的在电脑 或手机上打字 这个时候他以为是客服工作 结果培训以后才知道 原来具体的工作内容 就是电信诈骗 具体的流程大概是这样 首先有专门的人员 会从各类平台上物色客户 一般都会精确到年龄和特征 比如40多岁 在某处工作的富豪大叔 又或者是多少岁 资金充足的离异大姐 在他们眼中 同性交友 高龄富婆 算是两个最为优质的群体 找到相关客户后 公司会将这些信息 推送给客服 这些人就是所谓的狗推 一般来说国内 被骗取缅甸的受害者 大多从事的都是这个工作 主要的工作内容 就是通过专业人员打造的话术 在社交软件上进行诈骗 有的时候一个人 起码要联系20多个客户 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项目 除此之外 整个产业上还有提供网站开发服务 也就是各类博彩网站 提供引流和技术服务 这个技术服务中 就包括专用的话术 或者是引流客户 最后才是具体的诈骗操作 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成熟的产业 一开始他们的业务模式 大多都是直接诈骗 以各种理由 所要受害者的钱财 后来不知道从哪里学到了新技术 开始利用套路诈骗 具体的操作方法 就是找到目标群体后 先利用社交平台培养感情 接下来是重点 在与对方缺利恋爱关系后 一般会出现三种模板 第一种是利用比较赤裸的视频聊天 来找到受害者的把柄 然后进行威胁诈骗 又或者是以帮助恋人挣钱为由 通过自己制作的博彩软件 进行充值诈骗 还有就是被淘汰的 冒充各类公职部门来进行诈骗 根据一些讽刺的投稿来看 负责聊天的工作人员 每天都必须加到十个客户 进行两个小时以上的语音 这些人每个月都有固定工资 骗到多少金额之后 还有额外的奖励 据一些受害者口述 他们的目标群体 一般心里都十分脆弱 特别容易相信他人 只要说几句好话 能一直陪着聊天 他们就会无限的信任你 大多数刚到缅甸的受害者 第一次面对这种状况时 都会发自内心的抗拒 但如果不做 就要迎来一顿毒打 而且这些管理者 还会画一个大饼 说如果能交上一笔 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的赔付 也就是赎金 那就能让你回去 但这些大多都是苦命人 又有几个能拿得出赎金呢 所以只能通过行骗来凑够赎金 大多数害人 在第一次行骗结束 获得了高额奖金后 也逐渐被无尽的欲望 吞进了这个无底洞里 在这个罪恶之都 只要有钱就能够解决一切 人们难免会被这种欲望吞噬 而且这里的消费期高 扣勾了这笔赎金的人 最终也只是看到了 一个更大的陷阱 而且这种人实在太少 对诈骗公司来说 只要独打一顿就好 这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 只要开始 就只能硬着头皮 像行尸走肉一样往前走 本身电信诈骗 通过拉人 办证 租金 税收等服务 就带动了 绵北许多产业的发展 而且这种从事 电信诈骗的狗推 在获得高额奖金后 又会在这个地方消费 带动其他竞技 就拿瓦邦为例 瓦邦的电信诈骗 甚至已经成了 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 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 他们又将业务 从社交平台 扩展到了各类短视频平台 虽然渠道出现了变化 但业务模式还是没变 不然就是电信诈骗 不然就是骗人过去 再进行电信诈骗 然后以此来促进 博彩产业的发展 那后来的腰子集团 又是如何兴起的呢 2019年底 新冠疫情开始后 缅北的博彩 色情等产业 遭受了严重的冲击 自从军阀收入的压力 给到这些诈骗集团后 也就催生出了一些腰子集团 他们为了扩张规模 在原有招聘信息的基础上 又加上了熟人介绍 将人诱骗到缅北后 首先会收走受害者的手机 和相关的身份证件 只要到了这里 就几乎不可能跑 像这种产业 大多都会单独在一个园区 并且当地的割据实力 也会在公司门口 以及园区门口 为他们提供持枪的看守 原本也是偷渡过去的 所以就算是开枪 也没有人会知道 到达园区之后 诈骗集团会进行 围棋几天的培训 紧接着就会让受害人去行骗 如果抗拒不做 就会遭到毒打 消极工作 玩不成任务量 也同样会遭到毒打 如果试图逃跑 或者违反了公司的规定 就会遭到一系列特殊的惩罚 这些惩罚不限于关水牢 剁手指等 其中这个关水牢 是古代的一种酷刑 就是人呆的地方 在缅北还有一种特殊的水狼 是当地的武装势力 为了严刑逼供 特地发明的一种 将整个人关在笼子里 然后掉在水面上 只露一个头在外面 就这样关上两天两夜 期间不给任何饭菜 受害者想要方便 想要存活 就只能依靠面前的脏水 如果这样还是不听话 就会转卖给下一家公司 下一家公司则更为严厉 如果这样还不行 就将受害人被虐待的视频 发给他的家人 然后进行勒索 如果联系不到家人 就将所有的网贷借一个遍 再之后 要不就培养成血奴 要不就卖器官赚钱 魔幻的就是 在手术之后 还会有人将完整的股价 转卖到一些发达国家 就连这个都变成了一项产业 之所以要写这个内容 是因为收到了很多讽刺的投稿 据有讽讽刺口述 台湾除了芯片技术之外 在电炸技术上 也要领先于世界 就连日本的山口组 也曾专门去过台湾学习 在2018年时 设计金额就达到了 1600亿新台币 所以他猜测 缅北的诈骗技术 或者说从国内逃往缅北的 诈骗集团的套路 大多都是来源于这里 另外有意思的是 在美加澳等地 是印度诈骗集团的势力范围 2020年时 设计金额就达到了200亿美元 要知道整个印度 粮食出口的创收 也才70亿美元 之所以会这样 也是因为印度人说英语 且劳动力廉价 这两项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缅北喜欢骗中国人 缅北的问题是在哪里呢 是诈骗人员吗 他们有八成以上 都是被诱骗过去 大多都是为了保命 才被迫进行了诈骗 他们确实有问题 但根源不在这里 我们之前就说到过 人性好坏我们说不清楚 但它却非常容易变换 所以才需要一些规则 来防止人性 释放它恶的一面 而缅北的问题 就在于缺少这套规则 但问题就是缅甸官方 却无法全面接管 无力创建这种规则 甚至还要被地方军队威胁 这个就是最为魔幻的地方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是白同学 我们下期再见